蘇豬哥亮大哥 對我多好呢 我是唱開場的一齣 都有一、二十個舞蹈員 有一天晚上 那一陣子 我唱了一首歌 叫《真正步》 我突出了 你看我我看 你看我 其實我有怎麼高興過 然後唱完副歌的時候 就要 就結束了嘛 但是我那天不知道 一直唱 你看我我看 你看我 其實我有怎麼高興過 然後 結果舞蹈已經唱了 因為要等我那一句一節步 我還在你看我 我看你 你看我 我去師傅 然後我就覺得 搞砸了 我就一直唱 然後豬哥亮大哥來 我不要唱 沒什麼事情 而且媽媽頭一次吐吐 就是在家裡 妳怎麼知道 妳早上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妳還沒出事 我記得有一次啊 豬哥亮大哥的一場歌廳秀 就在家裡藝美大歌廳 那時候 豬哥亮大哥對我多好呢 我是唱開場的一齣 讓我一二十個舞蹈 給我伴舞 因為每一次豬大哥的秀 都是大爆滿的 那時候我就覺得 哇 好開心喔 豬大哥真的是 我這輩子當中的恩人 但是 殊不知 有一天 晚上是那一場 我唱了一首歌 才要吃腰部 我吐吐了 你的復刻 不是復刻 是 你復刻的時候 你看我我看你 你看我 其實我有怎麼高興過 然後唱完復刻的時候 就要吃腰部 就結束了 但是我那一天不知道 怎麼一直這樣 怪怪 一直唱 你看我我看你 你看我 其實我有怎麼高興過 能 結果舞蹈已經停了 因為要等我那一句 吃腰部 我還在你看我我看你 你看我其實 然後我就覺得 現場觀眾 鴨雀無聲 電視 所以跟我說 沒有了 給我十一眼色 三百歲 然後後面那個吹喇叭的說 算不算不算 我才驚覺 完了 氣了 說 苦了 再見 說 賣富了 撈開了 我就直接說 吃 吃 謝謝 然後我就下場 你知道我下去的時候 一直哭 一直哭 我好難過 為什麼把諸葛亮大哥的場子 搞砸了 我就一直哭 然後諸葛亮大哥來安慰 我不要哭 不要哭 沒什麼事 就是 他們都會發生的 沒什麼 他頭一次去打戲的時候 他就嚇到 他就 導播說 從上面跳下去 他跳不好 導播開瓮跟他說 你是豬頭 諸大哥為了安慰我 把他這個故事講出來 真的好可愛 所以諸大哥人真的很好 所以自己呢 我覺得現在呢 進步有夠多 越來越發達 而且啊 這裡還 蓋了一個遊客中心 很厲害喔 什麼都有 我們要不要去看看走走 好 好喔 好 好啦 一起 預備 你跟媽媽一起唱 你看我 我看你 你看我 其實我有怎麼高興過 你說吃醬飽 你就吃醬飽啦 我不要 什麼 你吃醬飽就好 我不要 我不要 好啦 就一句一句 我不要講這種話 他不是 什麼 什麼跳蛋糕 吃 什麼 吃醬飽 你們是要唱前面的嗎 你看我 我看 你看我 其實我有怎麼高興過 吃醬飽 好 謝謝 今年新年快樂 新年平安 快樂 來年一定要健健康康 嗨 你好 我是張康 大家好 我是許潔輝 祝三立新聞網 以及娛樂新聞的寶寶們 好啊 不然你住啊 好 你先住嘛 祝三立新聞網的觀眾朋友 好 兔年新大運 啊 兔年快樂 富三立新聞網 新年快樂 娛樂新聞 Happy New Year 2 九神力新聞網 娛樂新聞 新年快樂 祝大家兔年新年快樂 祝大家兔年大吉大運 祝大家兔年新大運 兔年新大運 富年新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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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都是 超票 祝美女 快樂 too much 新年快樂 雅飛吐氣 紅吐大展 大展紅吐 咚咚咚咚牆 恭喜發財 咚咚咚咚牆 大家喔 新年賺到錢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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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樂